大家好 今天是温客华时间4月15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稿文播报 我是Cherry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一直都有狐狸在加拿大城市出没的报告 不过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一个狐狸家族竟然堂而皇之地 住进了一位居民家的后院里 热情好客的加拿大主人并没有赶他们走 而是做出了暖心的举动 家住多伦多以桃壁谷地区的夫妇 杰尔特兰布莱和凯特林达林顿都是医护人员 两周前他们在自家后院的棚子下面 发现了狐狸一家 一只雄姓红狐 一只雌姓黑狐 还有七只小狐狸幼崽 而且他们已经搬进来了 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据特兰布莱回忆 当时他正在院子里干活 发现一只雌狐狸正在围养他的七只狐狸宝宝 我就坐在工具桌旁 观察了他们大概一个小时 然后看到他们开始从棚子里走出来 我这才意识到 原来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下来了 我并没有过分担心 因为最近几年 那个朋友下面也总会有一些 浣熊或者是臭幼出没 特兰布莱夫妇联系了多伦多野生动物中心 及311寻求协助 得到的答复是 如果狐狸没有给它们制造麻烦 便不用太过在意它们 野生动物中心也建议 如果特兰布莱夫妇感到困扰 可以雇用专业的公司将动物移走 不过特兰布莱说 两只成年狐狸每天都会猎食 带回一些鸟 松鼠或老鼠 喂给狐狸幼崽们 除了早上废教外 并没有给它们制造什么麻烦 甚至还能帮它们阻挡一些害虫 于是特兰布莱和达林顿夫妇 接纳了这些毛茸茸的不速之客 让它们在疫情期间有了一个容身之所 特兰布莱夫妇依然像往常一样忙碌 特兰布莱说 它们很害羞也很谨慎 如果我出现在院子里 它们就会躲回棚子下面 每天它们会这样跑来跑去几次 很有意思 现在 幼崽们的体积已经比两个星期前长大了一倍 特兰布莱夫妇不会给它们喂食 除了经常送一些水 大部分时间它们都互不打扰 擅长做木工的特兰布莱 特意为狐狸一家制作了一张木牌 还给它们起了名字 木牌上面写着 欢迎吉姆 辛亚和宝宝们 狐狸家族住进来之后 在社区里很受欢迎 邻居的孩子们经常跑过来看它们 特兰布莱表示 它并没有刻意阻止 因为年龄小的孩子都有家长们陪同 而且孩子们也只是站在远处观察 逐渐的特兰布莱在他的社交媒体上 收到了越来越多关于狐狸一家的询问信息 后来特兰布莱干脆在后院安装了摄像头 在YouTube上开通了一个频道 让喜欢或关注狐狸一家的市民 可以直接在网上观看实时直播 虽然暂时还不知道狐狸一家 还会在特兰布莱夫妇家的后院逗留多久 但在他们主动离开之前 特兰布莱表示会保留这个直播账号 因为居住在安大略湖附近 该社区的居民并不觉得 发现野生动物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而且对于大多数加拿大人来说 与动物们生活在一个社区也早已习以为常 在加拿大 人被疫情困扰的时期 特兰布莱夫妇的做法实属暖心 希望狐狸一家的生活能够让人们得到疗愈 如果你或者你的孩子 对吉姆 辛亚和他的宝宝们感兴趣 想看看狐狸的生活习近 可以到YouTube频道Fox Popis Live 实时观看 尽管美国因血栓问题 已经暂停了接种强生疫苗 但是加拿大联邦采购部长 安南德表示 除非加拿大卫生部通知 这款疫苗不安全 否则加拿大不会取消 已经与强生公司订购的疫苗合同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委员会 本周三4月14日获悉 第七名女子在接种强生疫苗后 出现罕见的严重血泥块问题 据悉 美国已暂停接种单剂量的强生疫苗 在此前美国接种强生疫苗的680万人中 有6人出现了血栓 6人都是女性 其中1人死亡和1人病况严重 第七宗案例引起CDC关注的是 此人没有像其他6个案例那样 是在大脑中发生血栓问题 这引发进一步疑问 阿纳德说 加拿大卫生部认为 强生和阿斯利康以及辉瑞和莫德纳 都是安全有效的 因此我们将继续采购这些疫苗 除非我们听到加拿大卫生部的不同意见 否则我们的采购工作会继续进行 周二晚些时候 强生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目前已暂停疫苗的临床试验 并推迟了该疫苗在欧洲的推广 但声明没有提到 加拿大是否会面临类似的延误 加拿大已于3月5日批准了 单剂量强生疫苗 并已预定了1000万剂 还可以选择再订购多达2800万剂 预计到4月底可以开始向加拿大发货 当被问及 如果辉瑞和莫德纳可以获得足够的供应时 加拿大政府是否应该取消与强生的合同时 阿南德没有直接回答 加拿大卫生部周二表示 正在密切关注疫苗血拟款安全性问题 加拿大卫生部已要求强生公司 提供有关这些罕见银血事件的情况 阿南德说 迄今为止 加拿大已经收到了1200万剂 辉瑞、莫德纳和阿斯利康疫苗 加拿大人已经接种了将近890万剂疫苗 超过20%的人口至少接种了一剂 加拿大反对党评议员敦促联邦政府 效仿诸如美国和澳洲等国家的做法 允许纳税人将因工作需要而购买的 个人防护设备PPE敌税 联邦保守党财政评议员罗伦斯表示 PPE免税额可以帮助工作时 必须保护自己的低收入员工 减轻财政压力 我认为很多人正在工作 但可能只得到最低工资 他们作为前线工作人员 工作性质令他们容易染疫 我们应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的安全 让PPE全额抵免是我们需要探讨的议题 及通过降低PPE的开支 是否有助于国民确保自己的安全 他称 希望国会相关委员会研究这一构思 并呼吁联邦政府就这项政策的成本进行估算 联邦新民主党财政评议员格林则称 他还希望联邦政府报销 各人因工作需要购买口罩或其他防护设备的开销 我绝对认为为了最好的支持强制戴口罩的公共卫生规定 加拿大税务局应至少让这些物品抵税 在美国 他们甚至已推出报销计划 他并认为联邦政府本身应向收入较低的前线员工分发PPE 因为担心有些人为了节省金钱 会感冒染疫风险而重复使用一次性口罩 税局指 纳税人可就PPE的成本申请医疗费用抵扣 但前提是 有医生处方和特定的健康状况 例如严重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或严重的慢性免疫系统失调 口罩 面罩和搓手液等大多数非处方产品均不符合抵税标准 联邦财政部称 当局通过豁免联邦销售税 让民众更容易负担PPE的费用 加拿大纳税人联盟联邦总监伍德里克则说 其组织支持减轻税务负担 但他认为 有更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做到 那就是税局将口罩列为 合资格扣税的医疗费用 前不久 快乐肥摘水可口可乐才宣布 为了减少塑料对环境的污染 在未来将推出竹布推出纸瓶子 取代现在的塑料包装 然而星巴克的手段比可乐更绝更狠 这条绿色人鱼连纸杯子都不想提供了 打算循环重复使用外带杯 而且用之前还得要先交押金 行动力满分的星巴克 目前已经在他的发源地西雅图 身先士足地启动了 为期两个月的借杯试点计划 提高可重复使用率是星巴克的目标之一 星巴克的首席可持续发展官 Michael说 我们了解人类命运与地球发展的相互依存关系 减少一次性杯子浪费是我们的责任 看得出 每年要消耗71个纸杯的星巴克 是拿出壮士断碗的决心和诚意 要为环保大业做贡献的 但这个借杯计划 顾客愿不愿意买账呢 在西雅图的试点中 消费者点饮料前需要先支付一美元的押金 才可以把杯子带走 退还后不仅可以拿回押金 还可以额外获得十颗享利心 不过 尽管星巴克的环保好意有目共睹 可依然有人质疑借杯的可行性 其中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健康问题 如何保证重复利用的杯子是干净卫生的 按照星巴克的说法 他们将与回收公司Goldbox合作 每天从店面收集借来的杯子 通过商用洗碗机进行专业的清洗和消毒 在48小时内送回店内工人使用 另外 星巴克也顾力和提倡消费者自带杯子 可大多数人似乎没有随身携带饮水杯的习惯 况且 去年由于疫情的缘故 星巴克曾一度禁止顾客自带杯子 正是出于人体健康的考虑 所以 如何令消费者对杯子循环利用的卫生安全幸福 或许才是最关键的 尽管每次星巴克的环保改革都伴随着争议 可不得不承认 它还是扛起了龙头老大概进的责任和义务 作为个体消费者 有时候想身体力行地参与到环保供应活动中 也常常感到有心无力 杯水车薪 这时候 如果有星巴克这种影响力巨大的企业做出表率 推动大家在受到最小程度的改变下 潜移默化地把环保变成日常小事 也算是功在当代历在千秋的一桩美式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